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有很多外地人不知道的冷知识 在网购这一块年年挥金如土 年年拔得头愁的广东 过年包红包掉队了 单个红包金额 基本常年全国垫底 广东人的红包叫派利士 10块20块都算大额巨款 1块钱5毛钱是常见的打开方式 有人觉得广东的朋友空门 其实广东的红包向来以量取胜 为的是雨露均沾人人讨个彩头 不光过年的红包 广东平常结婚水里的红包 金榜提名的红包 金额都不大 数额小压力就小 少了心疼 少了攀比和计较 说到根上 这都源于广东人低调务实的态度 省下来的钱能支援多少广东的GDP 强烈建议我们三中小喜 除了派利士 广东朋友还有个雷打不动的年俗 买金桔树 公司的大堂家中的客厅 过年的时候必须整一颗 瘦果雷雷的金桔树盆栽 在粤语里 菊和吉同盈 金菊赫穗象征大吉大利 第一经济大省广东 还有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它有全国唯一一个 没有农村户口的城市深圳 作为开放发展的吉前锋 深圳曾经只是个 叫保安县的大农村 几十年突飞猛进 到2004年 深圳仅剩的几个村 挂盘成立局委会 800多万深圳人 全部变身城市户口 快步向前的广东 还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1988年之前 海南一直隶属于广东 跟广东是不分你我的一家 1988年 海南从广东正式分离 开始独当一面 成为海南省 一直以清淡饮食著称的广东 还有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实力 广东是全国人均吃肉最多的省 均单下来 每人每年要吃掉近130斤肉 鱼肉鸡肉和牛肉 在无肉不欢这一块 广东吃出了新高度 日淡荔枝300克 不辞常做岭南人 当年杨贵飞吃过的荔枝 如今的最大产能在广东 线面的茂名 茂名是世界荔枝第一城 年产量50万吨 占全球的五分之一 讲究吃喝的广东量在 在喝上特别钟情于茶 热茶要喝 凉茶也要喝 在广东人的眼里 凉茶是他们的本命饮料 没有什么事情 不是一碗凉茶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喝两碗酒 广东为什么发展的好 有事没事就喝茶 咱有事没事就喝酒 你这就是差距 差距